蚵仔也太大顆了 我現在隨便撈隨便搭 你看 隨便搭 都是牛脂的那種 很像大骨熬出來的那種 再加米的甜 米的甜混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真的真的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這個好爽 這個粥湯真的好耶 剛剛有說到招牌是那個 紅燒肉 吃個原味 好酥 比如之前我吃過的紅燒肉 更酥 那個皮的部分 那個炸的真的很酥 然後咬下去就會 那個醃漬的味道 是滲透到這裡面 所以咬一咬就會有 它的那個香氣會散發出來 這個很有模式 而且味道是比較重的 所以很適合配 一個小菜跟一個粥這樣子 過不了耶 這個香味就已經很不得了了 雖然說我們像湯飯 但它其實你看喔 它是濃稠的顏色 是濃稠感 濃稠感 而且它的鵝也太大顆了 我現在隨便撈隨便搭 你看 隨便搭 都是牛脂的那種 好肥啊 我忍不住 就想在旁邊偷喝一下湯 真的 我想偷喝 這個好好吃喔 鵝啊 真的很新鮮 而且它有說就是不要煮太久 真的是有包吃 它該有的那個新鮮的那種感覺 有水分 它真的是剛剛有說到 我覺得很濃稠 對 但很像大骨熬出來的那種 再加米的甜 米的甜混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真的真的好好吃 Oh my God 我不誇張 我覺得是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 鵝啊粥耶 它的粥湯像海鮮湯 濃郁的海鮮湯 跟它的蒜酥超加分 給它一點焦味 你最後再去咬那個鵝啊 它的鮮味又是第二重的爆出來 超好吃 超狂的 超級好吃 你不是說它應該有特別挑選一些鵝啊 對比一下好不好 它拇指 它拇指 對 好好吃喔這個 它鵝啊很新鮮 很甜 嗯 你可以吃到那個米辛米香 米的甜味 煮粥的時候它上面有一層 它其實有時候我們可能都不會吃 會撈掉 會撈掉 對 但它其實有留了一點點那個東西 然後再搭配說它那個蒜香 還有那個芹菜 其實幫助也非常非常大 真的 讓它整個整整碗的增添的那個 它的層次跟風味 很香 感覺很適合宵夜吃這個 對 你看它超舒服的 好好利用 這個好爽 這個粥湯真的好耶 真的 我覺得甚至不需要這一菜 你光這一碗 就是一百分 可以擋好幾個 剛剛有說到的招牌是那個 紅燒肉 紅燒肉 吃個原味 好酥 比之前我吃過的紅燒肉更酥 那個皮的部分 那個炸的真的很酥 然後咬下去就會 那個醃漬的那個味道 是滲透到這裡裡面 所以咬一咬就會有 它的那個香氣會散發出來 這個很有模式 而且味道是比較重的 很適合配一個小菜跟一個粥這樣子 一口粥一個紅燒肉這樣 對 而且我們剛剛明明才吃完這個 肉圓 肉圓而已 那但是剛剛 一直在吸 一直在喝它的湯 那我沾 我沾它的甜辣醬配著吃 好酥喔 像脆皮炸燒的那種 外面有一層 它很像是把它的豬皮本身 去炸到油 炸到搶酥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在咬的時候 我覺得紅燒的味道是慢慢出來的 很多紅燒肉 你一塞紅燒的味道 其實一塞就衝出來一點 那種發酵過 釀過的味道 它反而慢慢 它那個鹹度鹹得很舒服 但是你剛好配一點泡菜 又再讓它去化開你的那個油膩感 對 留在你的嘴巴的時候 反而是那個豬油的香氣 跟它的紅燒的香味 因為它泡菜是不是也不是完全走 很台式泡菜那種 也不是 它把那個脆度保留得很完整 你甚至吃得到那種新鮮高麗菜絲 的那種感覺 高麗菜的甜 對不對 就吃到高麗菜的甜 酸反而一點點 對 但這個也好好吃喔 配這個肉剛剛好 好好吃喔 這個好好吃耶 它們的皮肉卷 它好大一卷 好厲害 肉的部分超級綿 口感是綿的那種 而且因為中間有加了很多蔬菜 所以會有那種脆脆的味道 也不好吃 裡面的那個皮脂你加得剛剛好 就是稍微帶一點脆度 然後它的肉你已經弄到像肉漿 然後裡面它會幫你加了皮脂的脆口感 哇 這個也真的好渣喔 這個領副湯 好好吃喔 所以要把你吃飯的那種 對啊 加糖 這樣好像就忍住了 我忍住了 那我就用紅燥肉 那不是一樣 你剛剛用紅燥肉 對 傻眼